我现在要讲解 在word的标题设定 以及它的编号方式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首先当我们输入好文字之后 我要去设定哪些是标题1 哪些是标题2 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可以很清楚 很轻松的去设定完这件事 例如说标题1 我希望用大写的中文字123 然后标题2 我希望是用简单的中文字 简单笔画的中文字 来去做它的一个编号方式 可是呢 在这个地方编号 另外一组的标题2 它不是从1开始编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要手动的方式 来去把这个4变成从1开始编 然后接下来呢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我的编号 我都设定好了 都是从1开始编 然后接下来呢 当我去设定一些格式 决定来说我希望它是有内缩 例如说标题2 标题 每一个标题2 它都有内缩 你看这边 123是有内缩 但是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 另外一个标题2呢 它的第一个编号 它居然内缩的程度比较大 甚至有时候 它可能会跑到最左边 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就是现在我要从开始设计标题 一直到解决这些问题 来去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word 例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已经把所有相关的文字 全部都打好了 那各位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这边有的是标题1 然后有的是标题2 好 那接下来 我会先把所有每一个段落 除了最后一个段落 没有文字的段落 我不选 其他有文字的段落 我都全部选取起来之后呢 我把它定为标题2 因为标题2比标题1多啊 然后接下来 我再手动选到标题1 然后设定为 它的一个样式为标题1 在这个地方 我有五个标题1 好 选好了五个标题1 也都分别设定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为了让大家 很清楚地看到 所以我就先赶快 把它的编号 加上去 那要做 刚刚是统一一起做 绝对不要一个一个去做 也就是说 不要用打字法 打那个大写的1 好 我们这边有一个标题1 在常用样式标题1 记得用滑鼠右键点它 然后点选修改 修改 然后记得 我们一定要先选到一个标题1哦 然后再去用滑鼠右键 选到标题1的修改 记得在自动更新这边打勾 我们是要做编号 所以格式里面去找到一个编号方式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的是中文大写字 然后点选确定 确定 好 您看 在这边 1 标题1 2 标题1 3 标题都设定好了 那因为这是标题2嘛 所以无关标题1 然后接下来4标题1 5标题1 对 我有5个标题1 那接下来标题2也是 先将游标 落在任何一个标题2 然后滑鼠右键点选标题2 修改 然后一样 把自动更新打勾 格式里面 我们去选择编号方式 然后接下来我们选择这个 简单笔画的123 然后点确定 确定 好 那我们从头来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标题2 123正常 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4 5 6 7 我会希望说它从1开始编 所以滑鼠右键点选这个4 这标题1底下 第一个标题2 那当然应该就是从1开始编 所以滑鼠右键点这个4 从1 重新开始编号 1234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 5 6 7 一样滑鼠右键 从1开始编 另外我还希望说 这个标题2 每个标题2呢 它都内说 内说 那我们就用滑鼠右键修改 因为要做 大家统一一起做 在哪里做呢 常用样式 然后针对这个标题2 然后进行修改 用滑鼠右键点它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要内说嘛 所以它是不是跟那个段落的编排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点选格式底下的段落 然后选择这边 不是凸排哦 是缩排 所以在这边第一行 例如说 我要内说 0.85公分 好 确定 确定 你会发现哦 我们一样从上面往下看 这个 这个3标题1 下面的3个标题2 哎 排得很正确 好 那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 哎 它就不乖了 不听话 你看 4标题1 底下有4个标题2 2 3 4都排得很正常 就是第一个完全没有内说嘛 好 那5也是哦 5也是 你有没有发现 好 那我们现在就滑鼠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选到选到这一个 这个编号 有问题 一刚开始那个有编号的地方 当然你也可以选另外一个有问题 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有问题的 那个第一个标题2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按键 就按tap键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哦 呃 因为它记录就是说 内说到 呃 0.85 那个 字元那个地方 所以我按tap键 就是快速跳到那个定位点符号 那这边就完成了 它 前面没有 变动 因为 前面都是正确的 好 那现在我们重点上看后面 后面 你看 后面这边是不是也 完全的对的 准准准 这就是 呃 我们在做一个 标题 呃 编号设定的时候呢 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的一件事情 那以上的讲解 希望您对于 呃 握的 文件 我们要建立编号 以及编号里面 呃 对不起 握的里面 我们需要建立标题 标题可能要赋予给它 那个 新的编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希望做好的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设定 说明到这个地方 让各位去了解一下 请各位尝试动手 做做看 编号里面 谢谢观看